好 三位 来现在我们有请 接下来的这位演说者 我在嘉宜关长城上 未来的世界各地的游客 做翻译导游 认识了许多国际上 顶底有名的大人物 比如说有法国的新闻主席 好莱坞的总裁 英国的科学家 等等等等 我有个梦想 是成为一名中国的领袖 很多人都是我幼稚 但是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我是个幼能力实现我梦想的人 一 二 千 接下来看周梦上言 如何所说传奇梦想 大家好 你好 向大家介绍一下 你怎么称呼 我叫杜赵泽川 男孩吧 杜赵泽川 你是哪国人 我是中国人本土的 你手上拿这个东西 稍后是有用 对不对 是的 好的 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是十一岁了 上大几了 哎呀 我还有一点年轻 对 我也就比你大一点点 单位导师都非常的好 规则你是知道 如果他们觉得很不错的话 他们会拍灯 这个板 下来 接下来呢 我们来听你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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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We can 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竞选时的一段演讲 他说 Yes We can 今天 在超级演说家的舞台上 我也想告诉大家 Yes I can 是的 我能 我 今年十一岁了 五岁时候就坚定了一个梦想 一定要做未来的脸秀 虽然现在的我 只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孩 但是我一直为了这个梦想 奴隶奋斗着 这岁时 我说 我要两年内 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没有人相信我 包括 我那连二十六个英文父母 都不太会的父母 但是我说 Yes I can 两年后 我不仅说进一口流利的英文 还在加一关长城上 未来的世界各地的游客 做翻译 导游 而且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在这期间 我包座了两万多名 外国游客 有一次 我来到北京旅行 当我回到宾馆时 我见到了一位 精神绝世的外国老人 当老人问我 你的梦想是什么时 我说 我完全为一名 像领袖一样 伟大的人 本以为 他也不像别人一样 说我的想法幼稚 可是他说 我相信你可以 因为一个拥有梦想 并为之坚持不懈的人 是值得令人尊敬的 一直到现在 我都忘不了他 是因为 他是对我肯定的 第一个人 后来我才知道 他就是好莱坞 曼尔雅瑞克斯电影公司的总裁 克里斯 迪 迪迪迪先生 是一名著名的导演 爱和梦想 是生命中最好的养料 即使是一盆清泉 也能让生命之术 茁壮成长 父母的爱 父母的爱就是我成长中 最好养料 2008年 家里欠了两百万的外债 在那个冬天 我们是靠近一百多斤白菜 一百多斤土豆 来维持生活 但即使是这样 他们又省下了钱 陪我买书 我真的感谢我的父 如果不是他们 我坚定地支持我的梦想 感谢我 就没有我现在的一切 我同样也感谢 李比先生 和所有肯定我的人 是你们 让我坚定着我自己的梦想 当你在坚持梦想的过程中 还还不定时 就把眼前的事做好吧 谁也不知道明天 会发生什么 但只有行动才能决定 下一刻 你们的未来 Yes We can 我叫你泽川 还叫你肚肚 你喜欢别人 怎么叫你 后者吧 肚肚 对 好 杜杜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 大家都看到 我的这个志愿者镇的吧 我在长城上 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做了八年多的志愿者导游 八年多 那你三岁就开始做了 是的 我做一个小小的志愿者 但是我能够用我这 小小的力量 去帮助那些 来到长城上的游客 希望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你觉得领袖帮助的力度会更大 是吗 是的 你的终极目标是要帮助到更多的人 那么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 就是你要达成目标的一个途径 你的重点是要爬上这座山 还是重点是 我一定要走南边的这条路 如果你的目标是我要爬上这座山 你可以走南边的路 也可以走北边的路 东边的路 西边的路 你有很多种方法 当不了伟大的领导者领袖 你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导游 你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老师 你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医生 你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演说者 你有各种各样的途径 可以达成你的目标 帮助到更多的人 后者我认为是真实的 我能够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他人们即使认为这个职业 不是那么伟大 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帮助别人 好 我给你最重要的建议是 伟大的领导者最大的特质 就是他永远要把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 他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是要为人民服务 我觉得你很伟大 因为在这么小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梦想 不管是帮助别人 或者是当一位领袖 我小时候也一样 就是会有很多的天马行空的想法 梦想 我小时候就想成为一名赛车手 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进了演艺圈 有梦想很好 但是我觉得你一心地想要帮助别人 或许你可以先改变一种方式 当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或许能够更能够去帮助别人 我只要尽我所能 去让别人快乐 助人为乐 乐在其中 我希望能够让别人快乐 那么我就是快乐的 我就是幸福的 小时候我想说一下就是 今天为了带来这个 我的一个机器人 这是你要送给小郑老师的 是的 是你自己做的吗 是的 哦 了不起 哇 棒啊 棒啊 这看起来好像是 我看到它有很多的感应器 对 黄外线感应的 哦 所以它 我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吗 它会跟进一点 所以变得要这样子玩的 这个手工是你自己制作的吗 是的 花了多长时间 差不多有一年了 这个想法也是你自己想的吗 是的 这孩子有斯莫登的权制 你发现 跟踪 这拿回去给听你玩 一定很高兴 因为我知道你的梦想 赛车手 就是我有四个很大的理想 第一个就是上哈佛 第二个就是成为一个赛球手 第三个就是成为一个T恤设计师 那么第四个就是成为一个联系 你上了哈佛 去制造汽车 然后当个赛车手 最后当总统 太棒了 对 一定要加入我的团队 接下来 你要开始你的选择了 你可以选择选择你的导师 你也可以同样去选择李勇 不过你选择李勇 有可能会被李勇 拒绝 杜赵泽轩 X导师的 他也一样能有选择选 我刚才通过听你的演讲 特别的棒 我们对梦想 应该无条件的去尊重和景仰 所以我觉得 希望你的梦想能够成真 谢谢 我补充一下 我从小的这个梦想 我还是没有放弃 我在二十三岁的时候 也成为了自己的赛车手 甚至到现在 拥有自己的车队 所以你选择我的话 我很容易帮你实现 当一个赛车手的梦想 现在 请你 做出选择 天才而同 语精四素 利用再度出击 能否力压小致 斩获守名成员 我选择 小致 谢谢 谢谢 绝对对的 以后我会加入美车队的 加入美车队 好好加油 真的 我妹妹以求的小致 倒是让我离我的梦想更近一步 谢谢你 小孩的梦想 是要细细呵护 这么小 就有这么崇高的梦想 而且他一步一步的去努力的实现 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林志颖不敢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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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地能量 创造 上下来 谢谢大家